一家苏州餐厅 面临跨国诉讼 你看这里面也有货本的名称 好莱坞巨星之子 为何跨国维权 她的做法是偶像崇拜 还是商业操作 百万索赔是漫天要价 还是确有损失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贺本大官司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偶像崇拜这件事 自古到今一直都存在 为了拉近偶像跟自个儿的距离 粉丝往往会在家里头张贴海报 摆放周边 以此来激励自己 然而在江苏省苏州市 有个追星族却因为类似的举动遭遇了一场跨国诉讼 这怎么回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江苏 苏州市的金鸡湖呢 这里是碧波荡漾的景色一人 在湖畔 住立着一座格调高雅的花园式餐厅 这家餐厅名为金海华贺本时光 在当时呢是数得着的高档餐厅 2017年的一天 这家食客云集的餐厅呢 迎来了几位不同寻常的客人 他们对菜品的口味样式似乎不在意 却对餐厅当中的装饰海报 菜单格外的关注 甚至还悄悄的拍了照片 这些神秘的客人究竟是谁呀 他们就餐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客人们来到了两个月之后啊 这个疑问解开了 这家餐厅的经理 就是这个叫程志辉的男人 接到了一纸诉讼 发起诉讼的是一位叫做 卢卡多蒂的意大利男士 卢卡多蒂先生认为呢 金海华贺本时光餐厅啊 未经许可使用了他母亲的 姓名和肖像 他要替母亲维权 我们很高兴认为我们的家庭 尤其是他们不能在这里 和自己来说 我们知道透过用中国的法律 在中国的法院是可以起诉的 可以停止这个侵权的行为 一家中国餐厅怎么会涉嫌 侵犯了外国人的权益呢 而且还被万里之外的 这名老外发现了 不惜兴师动众 发起国际诉讼 很显然 这家餐厅有点东西 我们一起去仔细的了解一下 走进这家餐厅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张巨幅海报 这个人们大家都认识 就是好莱坞的影星 澳大利贺本 澳大利贺本呢 因为主演《罗马甲日》 《窈条淑女》等多部电影风离全球 此后呢 贺本是积极投身于慈善公益 出任联合国慈善大使 1993年当贺本去世之后 他仍然受到各国影迷的喜爱 这家餐厅的经理陈志辉说呀 他就是贺本的忠实影迷 陈志辉说正是因为喜欢贺本 他在装修餐厅的时候呢 就使用了很多贺本的形象 小到菜单上的照片 大到由贺本主演的这个影片命名的包厢 随处可见贺本元素 为餐厅营造出了一种优雅浪漫的氛围 吸引了一批年轻的消费者 我当时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才被吸引 而且他的情调也比较好 就是让人一下子有那种穿越到贺本时代的感觉 比较怀旧 然后就被吸引过来了 时刻们对于贺本的喜爱呢 让身为粉丝的陈志辉也特别骄傲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随着餐厅声音的火爆 他竟然接到了一纸传票 发起诉讼的那位卢卡多蒂表示 他就是澳大利克本的儿子 他听说了这家餐厅之后 他委托了律师和公正员到这家餐厅取证 他们就是此前在餐厅悄悄拍照的神秘客人 正是这次取证 让卢卡多蒂决定发起诉讼 在起诉说当中 卢卡要求贺本时光餐厅 在餐厅名称 室内装饰 以及宣传资料当中 停止使用澳大利克本的姓名和肖像 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 并也在媒体上公开开礼道歉 这场诉讼一经披露就震惊了很多人 其中最感到震惊的就是餐厅的经理陈志辉 他就不太明白了 自个的行为怎么就涉嫌侵权了 他只是想表达一下对偶像的一种亲近和崇拜 确实在我们日商生活当中 这样的情况不少见 但是司空见惯并不代表一定就是正确的 接近来围绕着明星的姓名权肖像权 类似的争议和案件还挺多的 但是像苏州这家餐厅这样 使用了已故好莱坞影星的姓名和照片 又引发了涉外诉讼的实在少见 他的法律关系也更加的复杂 那么在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之下 法官又该如何审理这个案子呢 2018年1月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议了这起案件 原告卢卡由于人在海外委托律师到场了 他们与被告方首先就案件的前提 争论起来了 被告餐厅呢 首先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 本案不适用于中国法律 本案是人格权之争 贺本呢除了早年在美国工作之外 一直居住在瑞士直到去世 所以应当参照瑞士法律 其实按照这个规定来讲 它是不能适用中国法律来讨论的 换句话说就是你人在哪 人格权就在哪 适用的法律也就在哪 但是这种说法马上就遭到了原告的反驳 原告表示这起案件审理的是侵权行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里边的这个规定 侵权责任呢 适用于侵权地的法律 我们认为被告是餐饮 他的侵权行为是在中国 江苏 苏州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适用的是中国法律 而不是外国法律 究竟该用哪国法律呢 难题摆到了诸身法官杨俊的面前 他经过深入思考之后 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法案中 原告称事案餐厅在名称 内部装饰中 多处使用了澳大利贺本的姓名和肖像 这是被告实施的主要侵权行为 也是本案审理的重点 当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的发生地 均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时 法案认为 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认定侵权责任 发生在中国的侵权案 当然就适用于中国法律了 然而餐厅一方又提出了一个程序前提 说卢卡不具有诉讼的主体资格 因为他不是贺本肖像姓名权的继承目 一听这个说法 卢卡也惊到了 他将法庭递交了自己的出生证 证明贺本在41岁的时候生下了他 同时还附上了多张跟母亲的合照 这足以证明他们是母子关系 澳大利贺本有两个孩子 通过原告提了的证据 的确可以证明原告是澳大利贺本的第二个孩子 既然是亲儿子总可以继承母亲的肖像姓名权 其实还真的不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责的规定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终止 也就是说当贺本去世的时候他就丧失了民事权利的能力 而人格权是民事权利能力当中的一种 人格权又包含着肖像权和姓名权 所以餐厅提出了以下结论 人格权是不可继承的 所以他是无法通过继承来取得 澳大利贺本的姓名和肖像 并且通过许可来获得经济利益 这倒是个很好的谱法 照这么说的话 名人子女也不能乱用父辈的这个姓名和肖像 因为父辈的姓名和肖像权 子女无权继承 然而在这个案件里情况又显然不一样 原告一方表示 我们并不是要继承并且利用贺本的肖像 而是当贺本的人格权受到侵犯贬损的时候 卢卡作为他的儿子有代为主张的权利 所以并不是基于继承权来提起这个诉讼 而是基于母子关系的身份来提起这个诉讼 原告的反驳每条都很在理 法官也对此表示支持 基于血缘关系 当贺本的姓名和肖像 因为蕴含一定的商业价值而产生经济利益时 这个经济利益是可以尤其孩子来寄受和享有 所以如果贺本的姓名肖像遭到非法使用以及贬损 他的儿子是可以就此提起诉讼 要求法律保护的 前提成立之后就要分析案情了 对于法官来讲 要界定是否侵权 就要好好仔细考察一下餐厅对于贺本元素的使用方式和程度了 他决定对餐厅进行一趟实力走访 而这一走访又让法官发现了两个十分重要的争议 其一就是贺本这个名字究竟算不算侵权 你看这里面也有贺本的名称 贺本时光下面这个名称上也使用了贺本的姓名 无论是餐厅的名称还是室内装潢都大量出现了贺本的名字 但是被告却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他们并没有使用涉案女星的名字 因为他的完整姓名是奥大利凯什林贺本罗斯顿 他其实没有中文的名字 中文的名字是中国人自己给他翻译的 这个说法马上遭到了原告的反驳 说你虽然没有用全名 但是你使用了核心词 他写全名可能比较复杂 他核心词就是用了贺本 餐厅马上反驳了 问题是不止这位女星叫贺本的 在好莱坞影坛还有个叫凯什林贺本的女演员 所以原告并不享有贺本这一核心词的独占权 我们餐厅里用到了贺本一词 也完全是一种巧合 说实话 这大概就纯属诡辩了 要知道餐厅里张贴的所有明星海报 都是澳大利贺本一人指向性的再明显不过了 因此 其使用澳大利贺本姓名和肖像的故意 是极其明显的 被告所称的贺本 显然唯一指向 唯一对应的就是澳大利贺本 也就是说 哪怕餐厅没有使用贺本的权名 但是餐厅里的贺本 只带的就是澳大利贺本 解决完名字的问题 就要解决肖像权的问题了 在这家餐厅里头 贺本肖像权的使用方式和程度 究竟够不够侵权呢 原告认为 被告并不是简单的悬挂几张海报 而是在打造一个以贺本为核心的主题餐厅 是通过满墙的贺本女士的肖像 不同剧照 不同设施吧 体现出来的带给大家一种餐厅氛围 我是代表着贺本女士的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优雅环境的共餐的餐厅 你不能用别人的记忆 以用自己的商业来资金 很显然 餐厅的做法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名人海报张贴 而是在使用它这个形象进行商业活动 并且产生盈利了 澳大利贺本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丽度 被告以其姓名命名餐厅 并大量使用其照片 以贺本为核心元素推广酒店 这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应 其行为构成侵权 法院判令 被告不得在其餐厅 以及宣传资料中 使用澳大利贺本的姓名和肖像 到了这一步 法官杨俊已经基本确认 餐厅这是不折不扣的侵权行为 其实看在这我们发现 餐厅也很清楚自个侵权了 不然就不会用那么多的程序和托词 来混淆概念逃避责任 餐厅为什么要如此诡辩呢 说到这 餐厅一方也是一脸愁苦 说那是因为卢卡的下一个诉求 他要求餐厅给予一百万的经济补偿 这笔钱着实不少啊 就算我们使用了姓名和肖像 可贺本的姓名和肖像 才能产生那么大的经济效益吗 是啊 该怎么认定餐厅该赔偿多少呢 一家餐厅主要卖的是饭菜和服务 贺本产生的经济效益 该怎么量化呢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澳大利贺本的儿子 跟苏州一家餐厅打起了侵权官司 法官经过了实地走访 确认了这家餐厅的侵权行为 但是餐厅却对作为原告的贺本一方 提出的赔偿要求不理解 说你们提出了百万补偿 这也太多了 你们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法案审理的另一个重点和难点 在于侵权收益如何确定 赔偿数额如何认定 因为被告的侵权行为所带来的收益 是因一种比较抽象的状态发生的 所以法案需要原告 对其一百万赔偿金的诉求 进行深入矩阵 是啊 就连法官都在问原告 你这诉求究竟是怎么提的呀 有什么依据呀 接下来原告一方就给法官算了笔账 法案当中被告是进行餐营的 那他的收益肯定也就是餐厅经营的这些餐饮收入 原告表示 我们是依据餐厅的营业额来计算的 可是餐厅呢 没有给过原告营业额呀 原告表示 我们是通过美食点评网站来进行估算的 那些网站上数据非常可观 用餐人数 点评人数 人均消费 包括那些用餐人士自己贴上去的一些图片 就这家餐厅 它的人均消费数是一百七十多万 原来如此 原告通过消费点评 估算出了消费人数 再用消费人数乘以人均消费额 就得出了一个基础数值 再加上餐厅的特殊经营 这个数据 呼之欲出乌了 一家店还包括婚宴 婚宴是四五八八 数额是远远超过这个人均消费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数的基础下 我们请求了一个一百万的一个合理的数字 由此看来 原告的诉求是根据餐厅的总体营业额 估算出来的 问题是餐厅的盈利 究竟有多少是贺本带来的 原告认为 贺本带来的盈利应该有很多 因为贺本高贵优美的形象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美好想象 增加餐厅的附加值 这直白一点就是榜名员吧 它的餐厅价值获得一个赤的飞跃 我们不否认她很优雅 她是个女神级的演员 但是呢 她其实和餐饮业 她并没有什么牵连 就说看到 阿达利贺本这样一个形象 其实不会使相关公众去产生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餐厅的联想 说来说去 都是心里的猜想 很难量化 然而一提到量化这个词呢 餐厅就一扫之前的颓势 表示我有办法量化 因为就在诉讼产生之后 餐厅就把贺本的海报摘除了 而餐厅的精英效益并没有下降 所以这个事实上也证明 餐厅里面有还是没有贺本的这个肖像 对于餐厅的经营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呢 餐厅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背景 他们这餐厅属于金海华餐饮总公司旗下 金海华在江苏地区拥有众多的餐厅 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挺大的 它的主要识别的标志是金海华 就是相关公众知道自己选择的是金海华的餐厅 贺本只是这个餐厅的一个区别性的名称 在餐厅看来 食客们更多的是冲着他们连锁店的口碑来消费的 贺本的作用没那么大 为了做出准确的判决 法官对部分消费者也进行了走访调查 吃饭请客那是个综合性消费 明星效益能起多大作用 这确实不好说 那么法官会怎么看待贺本在餐厅盈利中的比重 我们基于生活经验法则 都知道决定餐厅精英状况的还有其他原因 比如地段环境 人员服务 菜品质量等因素 而不是单纯依靠餐厅的名称 或者是另一部装饰照片 本院综合上述因素 酌情认定 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万元 法官判定餐厅赔偿原告20万元 应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裁决 然而在最后一个诉讼请求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因为原告要求餐厅必须登报公开道歉 道歉的理由是餐厅的行为 对贺本的名誉进行了贬损 作为一个儿子看到母亲的肖像被用在对不起苏州人民 被用在买了奢侈品心里很高兴 被用在吃太多变成一头驴 这样的描述的时候 内心所产生的精神上的损害 是何等何等的强大 我的左手是贺本女士 从事联合国亲善大使活动 到世界各地救援 赠灾慰问 所展示的形象 我的右手是被告餐厅现场 墙上挂着 餐饮区放着 在杯酒供筹之后 作为靠店所展示的一个形象 对于一个联合国亲善大使来说 这是不是一种贬逼 这种说法嘛 无疑让餐厅十分不满 他们的侵权行为确实违法 但是从情感动机上来说 也是出于对贺本的热爱 再说了餐厅怎么就第一次无赖 这只是一个正常的精英场所 我们一直强调贺本他是个人 他不是神 有他抽烟 他酗酒 这些是真实的贺澳大利贺本 我们不能因为他现在是亲善大使了 他好像就不死人间烟火 他好像出现在 他的形象出现在餐厅 这个都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针对餐厅的不解 卢卡多蒂作为澳大利贺本的儿子 也做出了解释 他表示被侵犯和贬低 是他的主观感受 不论餐厅给出怎样的解释 他都无法接受自个儿的母亲 被餐厅作为营销手段 重要的是澳大利贺本及其家人怎么看 针对公开盗窃这个诉求 法官也有了决断 根据现有证据 原告虽然不能证明 被告以丑化贬损的方式 使用了澳大利贺本的姓名和肖像 但是被告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原告对其母亲的情感利益 所以他要求被告道歉的诉求 本院云以支持 案件审理一年之后 一审结果出来了 2019年3月29号 法院判决 被告不得使用澳大利贺本的姓名 命名餐厅以及用姓名和肖像 进行室内装饰宣传推广 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20万元 并也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对判决不服 上诉到了江州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4月30号 江州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之后 宣布维持原判 收到判决结果之后 卢卡多蒂先生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感受 我的母亲会很高兴 卢卡多蒂表示 他很高兴母亲在中国能有这么多影迷 有人喜欢他的作品 记得他的美丽和魅力 这或许是母亲作为一名演员 一名慈善家 能给世界留下来的最大财富 这种单纯的喜欢 不该跟商业行为挂钩 这也是他不远万里也要来追讨的原因 今天这个事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 不能心存侥幸 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也不能任意的去做 因为我们主张的一切权利都是有边界的 一旦越界侵犯到了他人的权利 哪怕是相隔再远 也一定会承受相应的后果 这也是法律的意义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天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获更多精彩的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